2020年已经走到了第十个月 可以说今年的剧情真的是跌宕起伏 连大篇电影编剧都很难写出这样惊心动魄的剧本吧 这场瘟疫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和生活 前总统夫人Michelle Obama医生透露 她是那些与低度抑郁症作斗争中的一员 而且她有很多同伴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和国家卫生统计中心的数据 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正在处理压力或焦虑的症状 在全球冠状病毒疾病流行期间 人们很容易被绝望所淹没 当你患有抑郁症时生活可能会显得无比凄凉 它会干扰你的思考能力 消耗你的能量 让你很难度日 尽管一些地区已经开始放松居家限制 但短期内生活似乎不可能完全恢复正常 无论你现在生活在什么样的约束之下 合理利用一些策略都可以帮助你抵抗孤独 缓解消极的想法 改善你的情绪 应对抑郁症和焦虑症的症状 接下来小编总结的一些建议 希望可以帮助改善和缓解你的情绪 改变你的注意力 觉得开始抑郁的小伙伴们 首先要做到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当你沮丧失业与社交隔绝的时候 那些消极的想法在你的脑海中一遍又一遍的出现 似乎永远不会结束 但是你可以通过专注于一些能给你的生活增加意义和目标的事情 来打破这个循环 也许有一些你一直想学习的东西 比如一门新的语言或者一种乐器 或者也许你一直想写一本小说 开始学做饭或者自己种蔬菜 专注于一个项目或目标 哪怕是一个小目标 都可以让你摆脱消极的想法和担忧 让你的生活更有意义 学会练习放松 在你的日常计划中加入一些放松技巧 比如冥想 渐进式肌肉放松法 或者呼吸练习 可以让你从消极思想的循环中得到一个良好的休息 同时也可以缓解紧张和焦虑 适当屏蔽社会新闻和社交平台对新冠疫情的宣传 是的 你想要保持消息灵通 但是过度的耸人听闻的新闻或者不可靠的社会媒体报道 只会助长你的消极和恐惧 限制自己查看新闻或者社交媒体的频率 并将自己限制在信誉良好的来源 这段时间内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些积极向上 或者调节心情的视频和广播内容 比如看吃播 综艺节目 或者多看我们iTalk BB不同板块的节目也是不错的选择呢 养成良好的健康习惯 虽然是长期在家隔离 你也要保持跟瘟疫来临之前一样的健康规律作息习惯 睡得太多或太少 不吃饭或不锻炼 忽视个人护理只会加重你的抑郁 你的日常习惯可以在帮助你克服抑郁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 在这个健康危机期间 人们很容易养成坏习惯 特别是当你被困在家里无法工作的时候 你可能睡眠不规律 为了缓解压力和无聊而暴饮暴食 或者为了填补寂寞的夜晚而酗酒 通过采用更健康的日常生活习惯 可以振奋你的情绪 让你感觉更有活力 找到与他人交往的新方法 亲自见到朋友和家人对于许多人来说仍然是困难的 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让自己感到孤立和孤独 虽然没有什么比面对面的交流更能提升情绪 但通过视频电话或者短信聊天 仍然可以让你感觉到你被重视着 利用这个机会多去找老朋友谈心 或者安排和一群人在网上聚会 抑郁症让你想要退缩到自己的壳里 所以定期与人们保持联系也是至关重要的 再一个就是要分享你自己的生活 敞开心扉谈谈你正在经历的事情 你正在经历的感受 简短却深刻的交流 这不会让你成为别人的负担 相反你的朋友或爱人很可能会因为你足够信任他们 而感到受宠若惊 这也许会加深你们之间的关系 寻求正规的心理咨询服务 治疗机构的帮助 大家可能长期奔波于生计 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患有焦虑或者抑郁的细节 很多人长期忽略自己和家人的精神健康 人们在瘟疫大流行这样的危机当中 更有可能体验到对可能发生的事情 恐惧和焦虑还有压倒性 此次的隔离导致社会疏远 会使人们感到更加的孤立和孤独 并可能增加压力和焦虑 如果发现自己已经到达 无法自控和调节焦虑或者抑郁的话 那么寻求正规和专业精神医疗机构的帮助 是非常必要的 孤独感、抑郁、焦虑或者经济压力 会增加自杀念头的产生 千万不要忽视精神健康问题的恶化 或者是借助使用烟草、酒精和其他药物缓解 咨询你的家庭医生 或者网上查询一些精神健康帮助热线 又或者跟朋友以及家人探讨自己的精神状况 如果发现这位家人朋友长期遭受精神健康的折磨 同时也要建议他们去到正规的精神健康医疗中心来获得帮助 在这个全球性事件当中 想要让自己的抑郁症或者焦虑症恢复到正常并不容易 找到迈出第一步的能量和动力可能会很困难 但是大家一定要有信心 而且要多重视自己的精神健康问题 这会让你关心你的人和你的社区变得更加强大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最新的更新了 爱生活让你爱上北美的生活 我们下期见